废友消息 据称一家航空公司或将使用波音737 MAX 在马德里机场和彭塔卡纳之间运营 彭塔卡纳是多明尼亚共和国的旅游圣地 多明尼亚共和国就是与海地级在一个岛上 一直想加入美国却无法如愿的那个 本次传闻想干大事的航空公司 名字叫做Ibirojet 是西班牙的一家航空企业 以前叫做Evalop 资料显示 它主要是经营休闲市场 现在有四架空间A330 两架A350和一架A320 但并不拥有任何的波音737 MAX 然而Ibirojet在4月8号和4月22号的计划表中 标明从马德里到彭塔卡纳的E98动摇航班 将使用波音737直飞 中国有些OTA平台 依然将Ibirojet称为Evalop 也有对应的信息 这似乎不是空穴来风 有人说 它此前是使用空个A330-900来直飞98动摇 但现在客流少了 换成小飞机 理所当然 从马德里飞彭塔卡纳 需要8小时55分钟 上一代的波音737 NG做不到 因此只能使用737 MAX 欧洲的休闲公司经常租赁飞机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这件事并非是简单的标注错误 Ibirojet很可能租赁波音737 MAX 8来飞这条航线 只不过是用谁加的 目前还不知道 但问题是 波音公司说 737 MAX 8 MAX 9的最大航程 只有3550海里 约6575公里 而从马德里到彭塔卡纳的距离 是3545海里 约6566公里 难道航线一点也不打弯吗 从马德里到彭塔卡纳 跨越大西洋 倍降点很少 从彭塔卡纳返回 因为是顺风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从马德里飞往彭塔卡纳时 肯定逆风 直飞的话能够飞得到吗 我们此前说过 维珍澳洲使用波音737 MAX 8 速跨太平洋飞东京 但是这条航线下周就要停了 此外还有马航使用波音737 MAX 8 从吉隆坡飞墨尔本 高达8小时15分 图一使用737 MAX 从赫尔辛基飞佛德角 距离6200公里 但这些都无法与E98动摇相比 因为它要几乎用尽最后一滴油 从实践上来说 自马德里到彭塔卡纳 要飞行8个小时55分钟 一旦成功 这会立刻成为全球最长的 波音737航线 波音737在NG时代 只能续航大约6个小时 737 MAX退出之后 航程大大的增加 很多航公司用它来飞跨大西洋的航线 然而 持飞8小时55分钟还是太疯狂了 那么 Iberia Jet又要如何做到呢 分析人士说 可能使用减载的方式 也就是只为波音737 MAX 8 配备大约120个座位 飞机越轻 油耗就越低 也就能飞得越远 例如737 MAX 8从美国向中国交付的时候 可以从夏威夷直接干到关岛 那个航程就有6000多公里 那就让我们等等看 这家西班牙的航空公司 究竟会不会玩真的呢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